就會覺得這個女生好香 看起來超讚的喔 買完了 店員真的都超級高 哇很驚豔欸這個冰 嗨大家 就是我們搬來沒穿的就差不多 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這一個月呢我跟你們說很誇張 我真的是一次都沒有下去過手了 就根本沒有出城過 今天呢就打算一起出城 然後去吃看首爾的美食啊 或者是去逛街 大家知道今天幾度嗎 今天好像有35度 36度吧 外面的韓國還是非常的熱 所以呢 我在選保養品的時候呢 一定要選這正經舒緩的 因為這太熱太悶了 尤其是夏天一定要選就是比較輕薄的 如果選那種太厚重的話 夏天真的是吃不小 就是Skin 1004的 他的這個化妝水我已經快要用完了 他已經陪伴了我整個的夏天 耶我也是用到空瓶了 聽說到差不多的時候就會再上這個面霜 其實我以前夏天是不擦面霜的 因為我覺得好油喔 可是我跟你們說這個不一樣 他真的非常適合夏天 是非常的輕薄 加上他是積雪草的成分 所以呢 會很舒服 保養完畢 可以來化妝了 你看 跟你們看 我化妝品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樣子一整攤沒有被我收拾 所以我現在要從這一堆裡面找我要的 嗯 好可怕 完妝啊 也終於自信起來了 不是說素顏沒有自信 只是說 嗯 有點不好意思這樣子 但是現在至少是完妝 然後也換好衣服了 戴個首飾 戴這個 我之前跟大家介紹超級愛的這個戒指 而且這個香煉也是他們家的 出門之前跟大家開箱一下我最近買的新香水 因為剛好我要就是噴它嘛 那這個香水呢其實是我看了兩年左右的時間 因為他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終於在前幾天我在那個百貨走過的時候呢 看到他有這個pop up 然後有打著我就很小心買了我兩年思思香煉的香水 他這個香味呢是 是嗎 因為他是那個法文我真的是不太會念 聽說這個香水牌子呢就是很多外國的藝人都會用 尤其是他的香味我覺得很獨特 就是我沒有聞過的香水味道 就是他 我買的是30ml 因為沒有錢買這麼大瓶 雖然很喜歡 他有點baby powder 他的色香跟玫瑰的香味 有一點女性跟成熟的感覺 人家聞了就會覺得這個女性好香 最重要的是他沒有那個酒精味啦 就是那個酒精味道沒有很重 超好聞 推薦給你們 燒你們 好可以準備真的出門了 我們等一下收我店 坐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出一點的車 終於來到首爾了 那既然來到首爾呢 我就要去一間 我收藏了很久的咖啡廳 只都沒有找一個機會來 今天就趁來首爾呢 就要先去這咖啡廳吃個 我一直看到都覺得很想要吃的甜點 就是這家 然後前面這裡已經有人在排隊 排了半個小時左右終於進來了 然後叫了一杯這個 胡桃椅子 跟這個非常有名的布丁泡冰 看起來超讚的喔 他有放一些脆糖片 上面還有一個cream 很好吃欸 哇很驚豔欸這個冰 他下面呢是牛奶冰 然後上面呢再有一個cream 然後再放一些脆片跟那個淋上caramel的那個糖漿 很好吃欸 真的幾乎每一桌都會點這一碗布丁冰酥 我覺得大家夏天很熱可以過來 還有這個餅乾 這個杏仁餅超好吃欸 但有點甜 他雖然真的很好吃的 但其實說實話 一個人吃的話會有一點點膩 因為他畢竟是caramel不丁啊 他就是甜的 那如果是兩個人來吃的話 share我覺得是剛剛好會吃得很開心 尤其是夏天這麼熱的天氣 真的是很需要來一碗這樣子的泡冰欸 我覺得我很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來shower 然後不知道去什麼咖啡廳的話 可以來這間空干堡 從剛剛那咖啡廳呢 走來冰洞大概就是 六到七分鐘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想要去EPT買那雙鞋 大家還記得就是之前我拍冰洞特輯的時候 有去EPT嗎 但最後我沒有買 可是現在呢我下定決心就是要買那雙鞋了 哇冰洞開了一間超大間的converter 一共有三層樓欸 EMIS旁邊呢開了Martin Kim 這個旗艦店也蠻大的三層樓 民洞真的是什麼牌子都有了 蠻想進去Martin Kim裡面逛 可是 超級多人 你們看這超級多人欸 哇 這個包包也很美欸 13萬好像還可以 現在才8月嘛 其實外面天氣還很熱 可是韓國已經開始賣秋天的衣服了 Martin Kim很有代表性的這個小錢包 這帽子也很好看 這很春天欸 超大間的pop box 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在開盲盒啊 大家還記得我今天早上用那個Skin 1004的品牌嗎 他們在明洞啊 比如說我後面這一間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旗艦店 一個很大的show room 其實Skin 1004的正確正法的是Skin 穿灑 那穿灑是天使的意思 這個品牌的一個概念就是希望他們的所有的保養品啊 用的所有的那個成分啊都是天然的 一點都不傷害皮膚 其實他們家有非常多的不同系列的一些保養品 那他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這一個 馬達加斯加的雞血草系列 雞血草這個成分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皮膚保濕啊 鎮定啊舒緩 同時也是可以幫助我們提升皮膚的一個屏障 所以呢我個人就是用了這個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吧 就幾乎整個夏天就陪伴著我 真的非常棒的是它非常的輕薄 非常的水潤 一點都不油 那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精華 因為在夏天的時候皮膚其實很容易出油 皮膚很容易因為曬太陽的泛紅嘛 那這個就可以達到震驚的效果 另外呢我也非常喜歡的是他們的這個洗面乳 因為他們洗面乳啊真的是很容易就 就是怎麼說就是很多泡泡出來 而且用一點點就可以就是很洗乾淨 它洗面乳裡面呢是擁有30%的雞血草成分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皮膚是敏感的話 或者是可能很容易放紅 然後容易長痘痘 非常就是推薦大家用雞血草成分的保養品 用這個化妝水呢拿來濕浮 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 一般的保養大家塗完化妝水啊 精華液之後呢就是要來塗這個面霜啊 這也是陪了我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個面霜呢它也是雞血草成分啦 然後它可以就是加強我們皮膚的一個屏障 它的質地啊雖然看起來好像是醜醜的對不對 但是把它塗開來的它其實很水潤 你們看這個光澤 早上啊或者是化妝前晚上睡前 塗這個的話其實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塗了也不會油膩 超快就吸收完了 這次會跟大家一起來開Skin穿傘的 馬達斯加斯雞血草系列的團購 所以推薦大家就是把這金屬保養的三部曲組合帶回家 也幫大家爭取到了高達5折的大優惠 加上如果你是新加入會員的話 還可以領100元的優惠券加超商免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資訊欄參考一下喔 我又回來了一PT 這次就真的是要把你帶回家 這雙這雙就是想要買這雙 聽說一PT真的是很好穿 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要買 還是我應該買厚底的啊 厚底感覺也不錯耶 是有增高的效果 到底要買哪一個呢 一PT還有二樓可以逛 上面是衣服 我覺得衣服也是蠻值得可以逛逛看的 喔有這個包裡 超可愛 哇真的 這超帥的 不知不覺呢 在明東光那快要天黑了 然後也買了超多東西 之後呢再跟大家回家開箱 因為難得來到首爾瑪就出城 然後我要回去我最熟悉的宏達 因為那邊最近有一個很紅的烤肉店 想說去吃看看去抽個熱鬧 這是熟悉的紅蛋 我們現在要去吃這家烤肉店呢 聽說裡面的烤肉店員呢 都是模特兒的身材 就是非常的高啦 然後非常的帥 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孫子 朋友所呢也有去吃過喔 所以他非常的有名 他叫做目骨蒙 外面這麼多椅子代表說他真的很多人 那我朋友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哇他是用這個鐵板來烤欸 這一進來呢是要先點三人份的 我第一次點三人份欸 因為基本上是兩人份開始的 可是你可以混著點 然後其實這裡有一個重點 我其實為什麼會想要來 除了就是看帥哥的之外呢 他有那個ミナリ就是水晴 那個菜然後跟烤肉一起 這是最近韓國非常夯的一種烤肉方式 但他居然跟我說沒有 沒有辦法幫你們吃了 我非常的傷心 因為我真的是衝著他來的 來囉來囉帥哥幫你烤肉囉 他超高欸 其實像這種Iron啊 雖然有點害羞 但是我覺得食物好吃的話就會更加分 因為就是眼睛好看 然後嘴巴也吃到好吃的東西 那就太完美了 哇他的醬是有點小辣的 就是洋蔥跟醬油跟一些青辣椒 所以是有點小辣 大家吃烤肉的時候一定要把泡菜就是拿下去烤 因為這些豬肉的那些油啊 跟泡菜就是炒在一起的話 會超級好吃 大家來這裡一定要就是點他們的三層肉 或者是那個豬頸肉就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一一一 就像我說每個都來試一份 可是其中有一個是 泡菜就是排骨肉嗎 他是最貴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裡的排骨 好像沒有到非常的驚豔 所以因為他是兩萬一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萬三 其實價格上面是差蠻多的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可以點三層肉跟豬頸肉就好 我覺得這兩個CP值上面會比較好 給大家一個小tips 教我一個韓式拌麵 哇這一口超讚 泡菜肉跟拉麵吃 吃完可樂回到家呢 我就直接暈倒了 真的出一個城了 把我所有的精神都已經消耗完了 那現在呢來跟大家分享 我想要我在明洞買了些什麼東西 那我必須得說 我真的覺得明洞越來越好逛了 那以前我是不贊同大家去明洞 因為我覺得明洞就是很偏觀光客 品牌重複性非常的高 但是疫情過後的明洞呢 現在我真的覺得什麼都有了 而且現在比較流行的潮牌啊 像Converna Mazinkima Marite Imi 就是很多很多各種的潮牌 都有在那裡開啟店店 如果大家就是想要逛街 可是又不想要分開逛 想要去在一個地方的話 那我覺得蠻適合去明洞 這次我去明洞呢 主要就是想要把我的EPT鞋子帶回來 因為這次買的這個EPT鞋子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百搭 而且我發現那EPT的鞋子呢 也不貴 就是大概12-13萬韓幣左右而已 以一雙鞋的價格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CP值還是蠻高的 我買的就是這一款的淺灰色的COR 我在店裡面試穿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這個底部啊 是真的蠻軟的 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的LOGO就是在後面有EPT 還有這一個就是East Pacific Trade的 在這裡 非常的simple 非常的好看 除了在鞋子部分呢 它們二樓也是有一些服飾的 我也入手了一件T-shirt 一件非常簡單的LOGOT 最近韓國其實也蠻流行穿這種LOGO的T-shirt 簡單可是又可以看得出你穿的是草牌 以上就是在EPT買的兩樣東西 Martin Kim是最近民眾新開的一間 潮牌期間店啦 剛好我去的那時候呢 它就是全館有20%的折扣的一個Event 所以呢我就去逛了起來 入手了一件 我人生第一件Martin Kim的T-shirt上衣 也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一個LOGO的上衣 非常好看 而且它是屬於比較短板的 以上就是我這次逛街的戰利品 非常的滿意非常的喜歡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給這支影片一個喜歡 或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IG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